长城汽车的开局可以说是一个悲剧,在他创立不到五年的时候,创始人就死于一场意外。 本以为长城的故事会到此为止,却天降猛男拯救了这个岌岌可危的工厂,并把他做大做强,成了行业的龙头老大。 但现在这条巨龙病了,人们都说也是这位猛男的过错,这位猛男到底做了什么,让人既感谢他又责怪他呢? 这个猛男就是魏建军,是长城汽车创始人的侄子。 本期《商路历程》将为您讲述长城汽车和魏建军的故事。 1964年,魏建军出生在河北省宝定市,在人生的前二十多年里,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。 1989年,魏建军的叔叔魏德良因为意外去世了,留下来的遗产之遗就是一家创办了五年的合资企业,长城工业。 从这个命名也能看出,叔叔魏德良对自己这个公司的期许,希望他能像长城一样,绵延万里,代代不绝。 但长城工业这份遗产,在魏德良离世后并没有马上传到魏家人手里。 因为其合资的性质,很快就被保定南大园乡政府接管了。 管理层的变动并没有让长城工业焕发第二春,反而是跌入了谷底,只经过了一年的时间,长城工业就负债二百万元。 这一笔钱,在当时无异于是一个天文数字,无力扭转乾坤的南大园乡政府决定引入个人解决眼前的困境。 而这个人就是26岁的魏建军。 虽说长城工业是魏建军的叔叔魏德良创立的,但现在的长城工业只是一个没人想接手的烫手山芋,所以家里人也都劝魏建军别烫这浑水,他还年轻,做点什么不好呢? 何必上赶着去背锅呢? 但魏建军觉得既然已经在谷底了,怎么走都是向上的。 叔叔在世时最在乎的就是长城工业了。 他实在不想看着叔叔一生的心血就此成为历史。 魏建军的信心并不止来自自己的一腔热血,在此之前他已经担任过微电机厂的厂长,地毯厂厂厂长,水泵厂厂长,可以说是个厂长专业户了。 魏建军做厂长很专业,长城工业,做汽车可就没那么专业了,所以在最初的几年里,长城工业的主业务是改装汽车。 一直到1993年,长城工业终于推出了一款长城汽车。 但这辆汽车依旧上不了台面,因为它的底盘用的还是别家的,整车都是手工拼接,连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管理务录都上不了。 所以只能在东北地区进行销售,但无论如何,长城工业活下来了,还活得不错。 于是1995年时,魏建军和保定南大园乡政府五年合同到期后,政府不仅爽快续约,还允许他保留长城工业10%的净利润。 在经营的第二阶段,魏建军将长城工业的赛道定位在了皮卡车上,而且是低价皮卡。 皮卡车不同于其他的私家车,突出的就是一个实用性,所以价格对于顾客选择哪个品牌有着非常大的决定作用。 魏建军凭着锦售五、六万的价格很快就占领了市场,让长城成为了国内皮卡车行业的龙头老大。 之后的魏建军和他的长城汽车一路高歌猛进。 2003年时,长城汽车在港交所上市,魏建军本人也以33亿港元的身价成了汽车界的首富。 2005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,2018年出席中国质量高峰论坛,即第15届人民之选将新奖项颁奖养礼。 2019年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,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接见魏建军。 在近20年的时间里,魏建军都是汽车行业的风云人物,但老将不死,只会慢慢凋零。 当年,让长城迅速崛起的薄利多销模式到了今天,反而困住了长城,便宜了这么多年的长城,想要提价南上加南。 魏建军这时才发现,原来消费者喜欢的并不是长城,而是低价。 价格上不去,其他的问题倒是接踵而来。 首先是离职潮,2018年时,包括严司、郝建军、刘志峰等多名高管相继离职。 长城留不住人的背后,是这些高管对于长城未来的不看好。 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价格困局吗? 不是,而是蔚来、小鹏等新汽车品牌到来了。 蔚来和小鹏对于长城来说,并不算是强敌,因为不管是自身实力还是口碑,这些新兴的汽车品牌也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 但即便就是这样的对手,也让长城难以招架了。 长城怎么就连颇老矣了呢? 或许,魏建军自己最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。 2016年时,魏建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,长城只做新能源行业的追随者。 这个看似稳妥的战略,却险些要了长城的命。 从长城今年4月公布的销量来看,几乎长城所有型号的车销量都在降,许多型号的车销量降幅达到了50%左右。 为什么会这样? 如果是在10年前,20年前,魏建军的跟随者战略是没有问题的,但现在的长城已经是实际的领头羊了,却依然把自己定位为跟随者,这等于就是说要让自己在领域落于人后。 如果是传统的商业打法,先入局并不代表着领先,但在互联网时代能抢到先机,往往就意味着能够抢占心智和话语权。 虽然长城汽车跟特斯拉、比亚迪等品牌几乎是同时布局新能源汽车的,但在这些品牌面前优势全无。 长城推出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欧拉因为定位为女性汽车消费市场,所以在短时间内却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,但或许因为意识优势产生的傲慢,也可能是因为急功近利。 欧拉很快又出了问题,几乎宣判了他的死刑。 2021年年底时,很多的欧拉车主发现汽车的系统无法升级,连APP也无法安装。 检查后,发现原来是欧拉当初宣传会搭载高通的8核芯片,实际上使用的确实性能更落后,成本也更低的英特尔4核芯片导致的。 这可不是一句失误可以解释的事情。 长城涉嫌虚假宣传。 之所以长城敢这么做,大概是看准了女性消费者对于硬件不熟悉也不感兴趣的心理。 时间进入2022年后,因为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,又被欧拉添了一把火,导致最终长城宣布停止接单,不再销售欧拉车型。 欧拉的失利对于长城的发展影响并不致命。 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也没有成为定局,只要长城能痛定思痛,卷土重来,意味可知。 长城更要命的是其他问题,比如钱,从长城自己公布的财报信息可知。 2021年时,长城的总营收有1364亿元,这是一个相当漂亮的成绩,但实际的净利润只有可怜的67.25亿元。 一般的企业负债率控制在30%至70%之间是合理的,也是相对安全的。 而长城汽车的负债高达892.9亿元,占比81%。 这背后资金链的压力可想而知。 可是,当年的长城工业也负债200万,魏建军也把它盘活了呀,就不能再来一次吗?恐怕是不能了。 人的个人奋斗无法脱离历史的进程。 当年魏建军之所以可以带着长城工业东山在骑,不是因为他的个人能力强的可以逆天改命,而是他带着长城工业走上了时代的快车道,他找到了那一条路。 长城汽车确实吃到了SUV市场高速扩展的红利,但据估计到2017年左右,SUV的行业红利就已经开始消退了。 这也是那一年长城汽车的归属净利润暴跌52.35%的主要原因。 时代的改变并不是某一个个人能够左右和扭转的。 如今,危机重重的长城汽车,不知道会不会让魏建军想起自己刚接手时的激情岁月呢? 本期商路历程有关魏建军和长城汽车的故事就讲解到这里,你有买过长城汽车吗?驾驶体验如何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,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